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要下雨了 小白兔弯着腰在山坡上割草 天阴沉沉的 小白兔只起身子伸了伸腰 小燕子从他头上飞过 小白兔大声喊 燕子 燕子 你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呀 燕子边飞边说 要下雨了 空气很潮湿 虫子的翅膀粘了小水珠 飞不高 我正忙着捉虫子呢 是要下雨了吗 小白兔往前边池子里一看 小鱼都游到水面上来了 小白兔跑过去 问 小鱼 小鱼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小鱼说 要下雨了 水里闷得很 我们到水面上来透透气 小白兔 你快回家吧 小心淋着雨 小白兔连忙跨起篮子往家跑 他看见路边有一大群蚂蚁 就把要下雨的消息告诉了蚂蚁 一只大蚂蚁说 是要下雨了 我们正忙着搬东西呢 小白兔加快步子往家跑 他一边跑一边喊 妈妈妈妈 要下雨了 轰隆隆 天空响起了一阵雷声 哗哗哗 大雨真的下起来了 好